廟前廣場搭起爐灶 大火翻炒餡料 現場香氣四溢 混雜的米香 還有綜葉清香 為了過端午 這個代代相傳的節日 讓湘南村變得好熱弱 林巧雙手清醒糯米 陳玉蘭六十多歲 是傳統客家媳婦 夫家祖先 由西部移居到台東開墾 跟著大家一起包種 也包進了一肚子無奈和複雜情緒 以前我們客家人 這個就是以前的那個 算是乖 官那個畜生的地方 牛啊 就人家問我說你要住哪裡 我都開玩笑 我現在住在牛房 有著客家人應景精神 一年來 陳玉蘭委屈自己 住在老舊房舍 夏天沒有冷氣 也沒有舒適大沙發 但遮風避雨不成問題 你一直在那邊自怨自哀的話 你也沒有 也對事情也是沒有 沒有幫助 我是覺得 剛開始的幾個月 大家就是看到 看到大家就是苦笑 看到就是 一見面就是用苦笑的 怎麼了怎麼了 點開手機照片 當初受災場景又浮現眼前 老房子有著太多回憶 所以一定要蓋回來 新建中的磚瓦房 有著典型客家大院雛行 只是層層疊疊的磚塊 都是血淚堆砌 和陳玉蘭一樣 整個香蘭村去年7月8號 尼伯特風災 許多房屋嚴重受災 老式平房 屋瓦全被強風先飛 全村300多住戶 有60戶無法居住 大家說沒有那麼嚴重 我都因為我還可以住 結果我的房間冷房 全部都吸掉 我全部都已經 不知道怎麼辦 都需要提供修理屋頂上面的部分 現在暫時是用黃布蓋 因為下雨就是會滴水 因為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因為黃布還是會滲透 這樣 就暫時避風 可是颱風來還是可能沒有辦法擋 家已不成家 處在日生之鄉 村民們好苦惱 未來的曙光會在哪裡 他們曾經討論 要全村重化重建 但礙於土地產權問題 這條路行不通 於是慈善團體先協助他們 先有地方安頓 再整建家園 李太平早年由雲林移居香蘭村 指著慈濟幫忙收藏 雲林移居香蘭的屋頂心裡滿是感謝 因為污損加上農損 讓他兩頭空 三年都沒收 如果要再收 這也要差不多五年至五年 五年左右 走過低潮 不止防射陸續修復 村民也在農田裡摘了新果苗 重新尋找新奇蹟 如果極端氣候考驗已經無可迴避 尼泊的颱風 這場暴風試煉 可能只是一個提醒 這幾年看下來 我們一直在處理 土 水 災害 我們忘了風 我相信老天爺 可以提供我們一個靜心 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因為未來的氣候變化 將會越來越嚴峻 難防災害不會再發生 千萬別好了傷疤 忘了痛